小陈租住在杭州转塘方家院小区 他说12月9号晚上回小区 进门后被保安给骂了 对方还拦着他不让回家 小陈说当时走到小区门口 已经快晚上12点了 自己没带门禁卡 旁边有人也要进小区 也没有带卡 我看着里面那个保安师傅 然后他大概过了二三十秒 然后他把门打开了 然后我就走进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保安师傅 他就伸出头说了一句 他说你把我当哑巴 我也把你当哑巴 于是我就问了他一句什么 然后他就更加大声地说了一遍 然后这样一来 其实然后我当时就回了一句 我说那可以不开 这话一说完之后 我已经走到里面花坛了 然后他们两个保安就追出来 站在那边花坛那边 然后就把我挡住 小陈提供了一段视频 他说两名保安拦着他不让走 怀疑他不是小区里的人 要他出示身份证 他没有照做 我叫你出示一下身份证的 听着 你有什么资格了 要我看身份证 我这里是保安 你是警察还是怎么样 我是保安 你是保安那不就好了 保安就要出示一下 背叶三个 真搞笑了 你有什么资格看我身份证 你小偷还是 因为我在这边已经住了三年了 他是认识我的 我们见过好几次 所以他这时候在跟我说 要我看这个 其实完全就是来刁难我 第二个就是说实际上 我们这边小区 他的那个进门的门禁卡 租客用的就是身份证 所以当你没有带卡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身份证 第三个就是说 作为普通公民 你也大家都没有资格去 要求查询对方的身份证 小陈后来报了警 保安队长也来了 调解后 大概快两点钟时 小陈回了家 小陈还说 每次忘带卡 让这名保安帮忙开门时 对方的态度都不怎么友好 比方说他会一直看着你 然后就是不给你开门 就是非常挑衅地这样看着你 然后过了很长时间 他开了那个门 小陈表示 自己跟这名保安没有矛盾 对这次的事 他希望对方能够道歉 找到小区物业 一位陈经理说 当时保安正好休息 据他了解 当时小陈跟另外一名男子 在小区门口 两人都没有说 让保安开门 后面有两个人来了 他们又要是 我们开心的 他一道走进来 走进门上就好了了 他后来还要回家来说一声 我没有要是 现在重要走进来 这样一来 两个保安就回来 今天你走进来 你还要马 后来给他拉走了 传到他这边 已经完全变掉了 是那个窗口里面 那个保安师傅 他先说了话 然后因为我 他说他在那个吃泡面 然后悠悠地说了一句 你当我哑巴 我也当你哑巴 我了解他 后来他骂他 你们 你们全家都要死光 死光我全家送你们花钱 说之前这个保安 可能每次 让他帮忙开个门 态度都不太好 可能呢 可能这个情况 有种保安 比方我 比方你 我可能态度稍微 和气一点 有种稍微 比方年纪大的 稍微呢 讲话稍微 稍微强一点 一个人 一个人的脾气都不同了 陈经理表示 当时已经晚上12点了 要求小陈 出示证件登记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不存在 故意刁难 小陈回应说 整个过程中 自己都没有骂过对方 陈经理的解释 他无法接受 这个完全就是 整个就是在歪曲 事实 所以怎么办呢 那对这边 也没有什么 可说的 就很失望 早点 早点办 早点 早点OK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